哈囉我是陳雨昕 然後很開心可以來看這一次的征婚騎士的舞台劇 然後其實這一次的舞台劇真的讓我很驚豔 就是第一個是他的舞台設計跟燈光設計非常的厲害 所以就是其實他在奇幻場景的時候非常的流暢 然後再來就是陳成哥的表演 就是他一個人要分飾這麼多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就他每一個口音的 還有他的肢體 就是我覺得他的轉換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哇真的非常厲害 那我覺得他的劇中劇也設計得很棒 就是可以看到說舞台上的演員 跟私底下演員自己的生命 其實看了自己會蠻有感觸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演員 但是就是我們好像常常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是卻好像沒有好好的去活出自己的生命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看到後來是蠻感傷 然後到最後他們謝幕是紀念李國秀老師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角色 除了陳成哥在飾演之外 其實他也是在對國秀老師的一個 呃一個念懷 對所以我其實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看到這一部《征魂騎士》 然後也推薦大家可以真的可以 他真的是值得一看再看的舞台劇 謝謝